木伐琴的198天 昨天我终于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原来辉哥他们和我师父曾经相遇 还建立了这海上救护站 而且师父他老人家也成了婚 所有的事情到此告一段落 我也就放心了 师父 师父 徒儿 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嘿嘿 师父 你看 这是电视机 嗯 是的 师父 他呀 自在天线 能收看到很多电视节目 这次我回来也没带啥好东西 这台电视就送给您了 可以帮您解解闷 嗯 徒儿 有心了 嗯 那个 对了 师父 我这儿还有一件事 嘿嘿嘿 当说无妨 这是这样的 师父 这不海盗八八奔事件 已经妥善安置了吗 昨天我看您和师公已经成家 而且你们二人相敬如宾 恩爱甜蜜 徒儿 我也想追求自己的幸福了 哇哦 哦 哈哈哈哈 你的意思是 嘿嘿嘿 师父 您昨天已经告诉我了 就是老爸雷大炮和辉哥他们 就在德鲁王国 我呀 嘿嘿 想过去找他们 顺便提亲 哈哈 好 好事呀 徒儿 师父替你高兴 那这个电视机 你还是收回去吧 提亲没有彩礼 怎么能成 哦 这 师父 你那未来的老丈人 雷大炮 我可是知道的 拿上 总没错 师父 师父也希望你能提前成功 收获幸福呀 哦 这 嘿嘿 好 好吧 师父 哎 对了 师父 秀妹子呢 我怎么没有见到她呀 她呀 哈哈 哎哎哎 这些烤鱼 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 哎呀 我说 你这丫头怎么这么能吃 我一个大老爷们 就吃一条鱼 不合适吧 怎么说 你得分我两条呀 哼 咋的 你昨天不是挺神气吗 BGM一放 让我在梅花庄上来回跑 说是练功 现在观众老爷们都在笑我 说我胆小 全去我评论区底下嘲笑我去了 吉日哥 我告诉你 这个诗 我不败了 武功 我也不学了 哼 想吃呀 嘿嘿 不给 全是我的 还有你们 这个吃货鸭头这么厉害 还有人敢取博 图儿 你这是 师傅 这就是我在神经岛养风基地 建造的风箱 你看 在它周围 放上花盆 种上花 蜜蜂啊 就出来自己采蜜了 哦 图儿 师傅都没研究出来的东西 竟然被你实现了 你可真是能功巧匠啊 师傅收你为徒 真没错 你现在已经超越师傅了 哦 嘿嘿 对了师傅 这蜜蜂也是一种药材 所以这个风箱就放到这里吧 需要时 你也不需要跑到神经岛去拿了 如果不够了你再过去 这 哎呀师傅 电视机你没收 这个一定得收下 哦 好 好 为师收下了 啊 大叔 这个贩子还动动刀子了 哼 你这小妮子 昨天还要拜我为师 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 别杀我 别杀我 千万别杀我 救命 救命 救命啊 两个 有个变态要杀我 大叔 大叔 别杀我 大叔 大叔 别杀我 我会唱歌 你听着 蓝蓝的天空 清静的湖水 美丽的姑娘 在冲淡你 我冲淡你大叔 某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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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赶紧走 赶紧走 要得 秀妹子皮了一天 总算是睡着了 要不施工大肚 还不知道会闹住啥药子出来 师傅在三晚留 今晚就暂且住下吧 明天一早 我们在启程离开 去找辉哥和大炮他们 晚安了 我坚信明天会更好的